第一百八十六集 两人说了一声得罪后 把卢英双手一捡 绑了起来 看到他被推得一个亮窍时 英车伸手把他扶住 温柔地帮他动了动 扣得太紧的绳结 他垂着眸 浓密的睫毛扑闪着 压低声音 轻轻安慰道 阿英 得罪了 权证交替 罪是埋尸无数 为了不使得你在这件事情上 陷得太深 我得暂时把你扣住 你放心 你这些罪名 都是容易洗脱的 声音一落 他手一挥 一辆马车驶了过来 他从士族手中 接过一块布 塞在龙鹰嘴里 然后他整个人 被推上了马车 在马车驶离卢府的那一刻 陆营听到音彻清冷的声音传来 紧闭卢府大门 不许任何人出入 是 马上集合卢府众人 无论仆役婢女 一一记录在侧 严密看管 是 如果有人问起 便说主人突然伤寒 未免传染 只得紧闭门户 是 在他一连串的交代过后 马车从侧门驶出了卢府 卢营的马车 静静地行驶在街道中 傍晚的洛阳 还是那么地热闹 街道上人声鼎沸 一如昨日那般喧哗 而充满生活气息 昨日时 他还愁愁满志 一想到自己马上入主 泛阳卢氏 便兴奋不已 可不过一天 便已天翻地覆 这人间还真是 心败如等闲 在安静中 马车驶入了一个庄子 一入门 英彻便上了马车 他亲自帮卢营解开绳索 取下塞在口中之物后 扶着他下了马车 卢营手脚一灵活 便轻轻睁开了他的手 他也不强求 便这么一边走在前面 给他带路 一边低声说道 阿英 这庄子 你喜欢吗 这话令得卢营一正 他抬头看去 这一看 他赫然发现 这庄子有些布局 甚是眼熟 如右侧 便有一棵巨大的 要几个才能环抱的榕树 这榕树亭盖盖 树下摆放着踏击 想来 夏日炎热时 在这树下午睡 傍晚时读书 月色下奏琴 定有一番乐趣在 这么一想 卢营才发现 这树还真的很 是眼熟 他转过了目光 离榕树百步远处的 有一处围墙 那围墙不高 还有点破 围墙下杂草林立 石头处处 随便拿几处石头一垒 便可以爬到围墙上面 抵达围墙那边去 这只是一面 另外三面 都是垂柳弧堤 桃树梨树无数 想那春光烂漫时 此处定然繁花似锦 阴彻 扶着手走在前面 他一边走 一边指着那榕树说道 阿盈 那榕树 比这汉阳你家里的如何 你家的那株 好像还小一点 看那围墙 是不是甚为眼熟 有时我闲着无视 便会爬过去 坐在围墙上吹消 他声音清晰起来 只是我每次吹完后 墙那边都不会有你 露莹听出了 他语中的哽咽 他慢慢转过头 背对着他 这时 阴彻的声音轻快起来 他指向另一边 那湖水 很清澈吧 里面还养了很多鱼呢 我有时无事 便会下去 网几条 每次我吃鱼的时候 都想着 阿云一定也会喜欢网鱼 顿了顿 他声音沙哑地说道 我出来洛阳的时候 什么都不惯 父母换了 住的地方都换了 连婢女奶奶都不是熟悉的 每个人看我甚是恭敬 却也声疏客气 我熬了一日 没到夜里 我就拿着一册书 这般暴昔坐在窗头 看着天上的明月想 这个时候 我的阿云在做什么呢 她是不是又去卖字了 还是换上男装去骗人呢 那时我就会后悔 明知道要分别 明知道一别难欺 怎么就不向你讨个贴身误事呢 这般半夜醒来 辗转反侧 愁死满腹时 也好有个念想 后来 我就入了殷氏的剑部 专门从事情报分析 还有对安卫的领导 刚开始去世 可真是不管 我虽是殷氏正宗嫡子 可里面的人 只服强者 有好些次 我都被他们弄得陷阱坑了 掉在里面 一个就是两天 那个时候 我会仰望着那狭小的洞口 想着 阿云还在汉阳等着我呢 我如果这样放弃了 他怎么办 这样一想 我又有信心了 他一直领着 卢盈入了一处阁楼 又转身略坐安排后 这才走到卢盈面前 看着沉静的卢盈 他拿过一个笛子 冲他灿烂笑道 阿云 我给你吹笛 好不好 楼盈垂眸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轻轻摇了摇头 虽然不曾说什么话 阴彻哪有不明白 他的拒绝意味的 他苦涩一笑 转眼 他又轻笑道 你不喜欢听是不是 可我还是想吹给阿云听呢 说完后 他把笛子放在唇边 呜呜叶叶地吹奏起来 外面的秋风飘荡 随着风鼓起宽宽的围杖 俊美如画的少年那眉眼 如染上了金色的光韵一样 有种沉淀了的模糊和遥远 笛声一缕缕散开 渐渐绕上树梢 再远远地消失在苍穹下 也不知过了多久 一曲终了 阴彻放下笛子 他垂着眸 从婢女手中 接过一盅酒后 小小的瓶了两口 他把酒中放在机上 轻声叹道 其实这种常年戴着面具的日子 我已厌倦 他转头看向窗外 也不知想到了什么 笑得宛如梦幻 就在卢盈向他看去时 阴彻滴滴地说道 阿盈 等你把范阳卢氏的组长职位 交给了阿云 我们一道回去汉阳怎么样 我想好了 咱们就在青月山下 建一个庄子 把你家那棵大榕树移栽过来 我呢 我这两年 也帮我父母 镶了几个四子 有他们孝顺着 父母双亲 也不至于老盯着我的轻视 他们定会放任我 不再理我 到时 咱们还在庄子里 建一个小湖 没事的时候 就到湖中打鱼好不好 口里问着好不好 可她的样子 却完全没有等卢盈回答 就在卢盈看向他 准备说些什么时 突然发现 他浓密的睫毛底 那眼眶中 竟然隐含泪光 他也知道 那只是一场梦吧 陡然的 卢盈闭上了双眼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凤月无边 作者林嘉诚 演播太太子 这时 音彻滴滴营道 官山万里 密封喉喉 却从来 繁华不过醉时久 相思方是谷中震 她反复地吟着 声音滴滴 轻而冷 滴而眠 温柔中带着 说不出的惆怅 惆怅中 却有着更多的凄苦 陆盈饶是思绪万千 这时也被牵动了情绪 眼中渐渐湿润 他紧紧咬着唇 什么话也说不出了 这时 外面一个脚步声传来 少主 陛下令你马上入宫 知道了 音彻轻声回了一句后 转身就走 当他走到门槛旁时 他缓缓回头 便这么回着头 便这么看着刘盈 半闪后 他微垂着睫毛 轻轻地说道 阿盈 刘江做了十几年的太子 麾下能人无数 当此紧急之时 多你一个妇人不算多 少你一个妇人也不算少 你就先留在这里好不好 先留下来 静观其变 他失望地看着沉默的卢营 轻叹一声 转身开门离去 半夜时 音彻回来了 被制止在房中 出入不得自由的卢营 心中有事 自是睡不着 他早就躺到了榻上 却直到这时 还在辗转反侧 突然的 他听到外面传来压低地说话上 那声音虽然极小 却清楚地入了他的耳 是音彻的声音 卢营一领肩 便一动不动了 在无比的安静中 他的脚步声轻轻传来 他听到他走到了门前 听到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半晌后 慢慢走了两步 然后听到了一阵衣服扫在地上的吸塑声传来 过了不一会儿 一个仆人压低的声音传来 这仆人的声音中 带了几分惊愕 少主 你怎么坐在这里 也许是外面的音彻做了一个什么手势 那仆人安静下来 过了一会儿 才极小声地问道 少主 忙了一天 不用休息吗 外面 传来音彻音疲惫和睡意 而有点沙哑的声音 只听他轻轻带着笑说道 无妨 我这两年经常夜不能寐 有时到荒郊野外 就这污泥也是一宿 我坐一会儿就会离去 你去睡吧 那仆人顿了顿后 想说什么 最后才迟疑地应答 是 那小人告退了 那仆人退下后 外面的音彻一直没有动静 仿佛也早就离去了 不过露营六十过人 自是听得出他还在 只是他的呼吸沉缓低沉 只怕已是睡着 他靠在墙上都睡着了 他却睡不着了 忍了又忍 卢营翻了一个身 就外面没有动静 他又翻了一个身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音彻含着睡意的低哑声音 阿姨 你睡不着 卢营沉默了一会儿 他还没有应答 音彻便轻叹道 今晚 有很多人都睡不着 陛下他只怕也睡不着 听到这里 卢营忍不住问道 陛下是个什么样的人 音彻恭敬地回道 陛下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见卢营不回答 他苦笑道 你莫因为刘江 便以为陛下是小人 在这世间为人处事 从来都是难有两全之策 郭皇后他出身显贵 性子有娇慢处 陛下其实对他 也是忍让了多年 卢营没有回答 他沉默了 外面的音彻也以为 他已睡了 便没有再吭声 卢营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 醒来时 早已不见了音彻的身影 根本不知道 他是什么时候离去的 便这样 卢营在这庄子里住了下来 每天音彻忙得不管多晚 都会过来坐坐 他就是牵着他的手 说些自己这些年的经历 与上次在船上 说的奇闻异事 或隐秘趣闻不同 这一次 他絮絮叨叨 说的都是种种艰难挣扎 仿佛终于找到了 倾诉之人一样 这时刻的音彻 很安静 很平和 他那苍白的脸上 也明亮着 有时远远地走过来 还没有抬头 他已先是灿然而笑 如此过了半个月 音彻似乎更忙了 这一晚 他没有回来 第二天 他也没有回府 入夜之后 坐在房中的卢盈 听到外面传来脚步声 刚以为是他 那吱压一声 轻轻推开房门的人 却令得听到脚步声不对 而定神望去的卢盈 一愣神 出现在他面前的 是一个白嫩俊秀的少年 这少年正是曾在汉阳时 被卢盈救过 黄河河道上 遇到黑龙水匪 被阴彻收服了的 富家子 贾三郎 没有想到会是他 卢盈一睁 贾三郎却是 捏手捏脚地走了过来 他朝窗下的 护卫们看了一眼后 转向卢盈 低声说道 卢水阿盈 太子殿下 让我来救你 什么 卢盈一惊抬头 对上他错愕的眼神 贾三郎一边在房中 坐着布置 一边长话短说 姑子有所不知 当年我被仇家所伤 被你救起后 便遇到了太子殿下 于是投靠于他 上一次在黄河 我是奉主公之令 有意投向英车 其实太子殿下 早就秘密控制了 黑龙水匪首领 王己的大半将领 原本我投向英家郎君 是想着能在关键时候 祝太子殿下一臂 这次听闻你被困于此 我接到太子赴殿 是留下的 说是事情万一有变 便可以拆开的紧急密令 那密令上只有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你已经被困 让我无论如何 助你逃出城去 说到这里 贾三郎瞟了鹿云一眼 想到 太子殿下把我安插进英府 是用了大力气 舍了大钱的 我原以为 如我这么重要的一步棋 是用在最关键的地方 却没有想到 从始至终 他都是为了这个 卢氏布置下的 我现在在英府中 甚是得力 却为一个明明平安 任谁有事 他也不会有事的女人 如此浪费 太子殿下 到底在他身上 用了多深的感情 卢英明白过来 他低声说道 我卢府有地道通于城外 把我带回卢府就行了 听他这么一说 贾三郎大喜 他低声道 这就容易多了 说吧 他朝着门外命令他 进来 话音一落 一个与卢营眉目间 有点相似的女子 走了进来 那女子走路 看人 还有表情 给卢营的感觉 都很别扭 卢英细细一看 恍然大悟 原来他是由一个少年 扮成的 是男扮女装 与这贾小姑 同时进来的 还有一个中年人 贾三郎 从中年人手中 接过一包袱 低声道 小姑 这里是女子服装 你换上女装 咱们大大方方的出门 卢英一睁 转眼欣赏的 看向贾三郎 面对卢英的赞赏 一张娃娃脸的 白嫩少年 得意的摸了摸后脑壳 春莫野 女装